他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就想說 好然後我就拿出來看 所以他手就自己穿過來 碰觸我的想念 然後他頭就越靠越健康 然後就開始說我做什麼 至於說他講的他寫的都是對 這樣好不好 他講的完全對 只是看你要怎麼去看 你是想要追求他嗎 當時還怎麼樣 當然 這樣請問一下 你知道他是已婚人士嗎 我要這樣講 他是已婚我才追求他 他就整個人有點像 然後雙重人格這樣子 然後突然突變 他就變成說什麼 他看著我講話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心跳加速什麼 對 那由於當時他是把門關起來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就是我還蠻害怕的 他後來就是講 就是我們不能看一下你的想念 他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就想說 好然後我就拿出來看 所以他手就自己穿過來 碰觸我的想念 然後他頭就沒有討厭 然後就開始說我的 然後就嚇一跳 我就跟他說 你這樣我很困難 然後我要走了 那還好他我沒有手 對方是說 可能有把他帶進一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我們可能有一些比較輕易的一些肢體接觸 我們這邊的說法會是什麼 我必須說他講的他寫的都是對 這樣好不好 他講的完全對 只是看你要怎麼去看 這樣請問一下 您當時有觸碰那位小姐 有啊 當然就是 我不能講 您是想要追求他嗎 當時還是怎麼樣 當然啊 怎麼不可能 當然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覺得為了要追求他 這個行為是正常是正確的嗎 你不能這樣問 你這樣問了以後 很多男生 會在娶太太 因為太可怕了 男生現在是要保護男生的時代 不是保護女生 女生好強喔 我好害怕喔 所以呢 你說現在是不是正確 我其實對有一些 太太 我還是會稱讚他們 那個可能以後不會有什麼結果 可是那是我的個性 那是我的天性 這樣請問一下 你知道他是已婚人士嗎 我要這樣講 他是已婚我才追求他 這樣不會覺得有保護嗎 當然有啊 那他就不尊重他 為什麼不尊重 因為你有經過他的同意嗎 就觸碰他的心 據我所知 如果是找單身的話 是不觸碰 因為單身的他可能要找對象啊 那你如果 如果我真的是很帥 他跟我在一起了 他就化掉他的青春年華了 對於這件事情 如果被那位周小姐 我覺得二流鼻 被冒犯了我覺得很抱歉 這是一個誤會 我認為是誤會 我認為是誤會 任何事情 類似事情 男人都會講誤會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誤會 那至於細節呢 我覺得不用在這裡講 因為細節呢 大家都傳了很多 那如果不到時候有必要台灣的 比如說法界 法律 或是一些檢察官啊 法官如果要問我的話 我會講 3D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台美四次大選 才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